南方澳大橋 从中折断 针对跨海这一段 大部分桥面沉浸水里 有民众说 当下沿着正看着桥 拦腰腰折 在此之前 短短几秒钟 其实已经听到 不对劲 弄弄弄弄 作响很大声 对 我们同事都多目睹 他这一瞬间就是 跨下来瞬间除了惊悚 仔细看似乎从中间 下方先变形下线 两侧撑不住断裂 才整座垮下来 是什么原因 可能造成跨港大桥坍塌的 最后一根稻草 怎么这么严重的东西 在整管理 在整理吗 都没有反应过 有啊 有没有 都有反应过 又召开啊 强风的话也有影响 油罐车经过阿桥变位 那变位的原因 就要去鉴定 民众说当时发出怪声音 疑似就是黏着桥面的三个连接点 济师说不排除是因为重物长期经过 造成连接器位移发出的声响 这座南方澳跨港大桥 当时承建单位是利用营造公司 采用双叉式单拱桥结构 开始动工时间是民国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七号 直到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号完工 盖了大约两年时间 二十年前设计和现在来看 未必是说它最适当 插出这跨距桥长总长一百四十公尺 桥宽十五公尺 从桥下到海面距离是十八点五 当时使用耐厚性高强度低合金钢材 桥林二十一年 结构计时研判 包含气候载重等外在因素 都可能是造成桥面断裂的 主要原因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三立新闻综合